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14期 今天我给大家设的标题叫做元素显示 元素显示 顾名思义 就是说在网页上显示元素显示内容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非常简单 就一个叫做微瘦 瘦就是英语用表示显示能看见的意思 对吧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定义 微瘦就是说标记是否显示HTML网页的元素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设置这个标记 那么它就会在网页中显示出来 如果不设就不显示 和咱们上一期VE有点像 但是注意 我这写个注意点 注意什么 咱们看 微瘦它所设置的标记 在HTML度目当中不会消失 看过我上一期的朋友应该记得 咱们看一下上一期的例子吧 上一期咱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有四个H1 其实在网页渲染的时候 它不会说四个都渲染出来 然后有的显示 有的不显示 不是 它只渲染一个 比如说咱的成绩小于60 大于0的话 它仅仅渲染J1 一行H1 其他的不被渲染 这个就是说它是动态的显示 是否渲染一些个HTML元素 而今天咱们学的微瘦就不然了 它为tree的时候 当然比如说咱们这个例子 它为tree的时候 H1显示 它为false的时候 在网页中肯定是不显示 但是在度母 在这个HTML度母的 在这个度母数当中 这个H1是存在的 这个是和上一期 vif的不一样 一会咱们例子中会看到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例子吧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H1 然后显示一句话 然后微瘦等于一个布尔值的变量 这个布尔值的result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为tree 也就是说网页当装载完成后 会显示出来这个H1的标题 任天堂新一代主机switch 然后这个例子中 我还设了一个按钮 button 这个button的内容 处理内容就是 把这个without 这个显示 否显示了这个变量 变成它自己的取反值 换句话说 当我按一下按钮的时候 那么这个标题 按一次显示 再按一次消失 再按一次又显示 的这么一个结果 咱们来确认一下 这个微瘦和咱们上次的微if 有什么区别 好 那么我把这段代码 靠到咱们的网页当中 好 咱们运行 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例子的实际效果 今天是第14课 然后选择网页 大家请看 网页装载时 默认的是显示出来这句话 然后呢 我把这个网页的度母模型 调出来 这个就是网页中的 叫做虚拟度母模型 大家请看 H1是在的嘛 对不对 好 当我点击考试成绩的时候 这怎么是考试成绩呢 这个地方做的不对 这个还是上一期的 显示的 还是上一期的按钮名称 咱改一下 叫做显示按钮 这样叫比较好 不好意思 我这个例子还是按照 我是按照这个 上一期那个例子 拷贝过来 好 咱们重来 显示按钮 好 当我点击一下 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H1是否消失 好 请看 H1并没有消失 但是网页中呢 那个标题已经不存在了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在这个地方 写了一个样式单 然后呢 Display是否显示 设成NAN 设成不显示 这个是和咱们上次 VIF的区别 那咱们再点一次的话 Style消失 然后呢 咱们的标题又显示出来 这个是和咱们上次VIF的区别 请大家注意 它们的区别点 其实我感觉 用VIF可能的 的机会可能会相对多一些 反正我在实际过程中 用VIF的还真的就不多 因为它这个地方吧 可能有好多 因为是 它不是简单的 在咱们实际的编码过程中 它不是简单的 True false概念 而是有很多的条件判断 根据不同的条件 可能显示的内容不同 可能显示的样式单不同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可能VIF用的场合相对少一些 可能在login的时候 login失败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VIF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您下载参照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